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現在又要爆雷了嗎 跟許家印一樣 曾經貴為中國首富的王健林 他的萬達集團 是不是也準備要步上了 恆大集團的後塵呢 繼去年恆大引爆 中國住宅房市危機 那麼萬達集團的商用 不動產市場事業 現在也是急速的墜樓 彭博分析就警告 萬達惡化的速度 比恆大還要快 很有可能會成為 恆大2.0的爆雷加強版 萬達旗下中國的商用 不動產龍頭萬達商館 這幾個月傳聞不斷 五月底陸續傳出考慮要出售 上海 江蘇 浙江等地 二十家萬達廣場跟公務中心 並且為上海萬達瑞華酒店 找尋買家 六月又傳出要轉賣 手中的數位支付牌照 這一切都是因為流動性 出現了問題 才會急著要處分資產來變現 這家公司原本企圖利用 珠海萬達IPO要來補血 但是沒有想到香港的上市計畫 一拖再拖 彭博分析就指出 如果年底之前無法上市 必須將高達四百億人民幣的資金 歸還給兩年前 預先認購的投資人 萬達已經展開了協商 希望能夠展期兩年 惠譽就估計萬達未來十二個月 有兩百二十億元人民幣的債券 面臨到期清償 但是截至今年第一季末 萬達的現金只剩下兩百八十億元人民幣 謝謝 謝謝